苏氏见到有人妻子漂亮,羡慕之余写下一首词,感动世人近千年。 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一鼎说,世界太拥挤,心里太空虚,城市的喧闹,始终不属于自己,想到你,心里就会充实,愿订月鼎叔的朋友幸福平安,快乐每一天。 新来的宝贝们没点关注的,请点一下关注,点关注,不迷路,喜欢的请给鼎叔双击订阅哦。 感谢了,接下来鼎叔也会好好努力,请大家双击订阅谢谢,好人一生平安,英雄难过美人观,中国这句老话说的确实在理。 细数历史上的风流人物,败倒在石榴群下的不在少数,人中吕布,马中赤土,吕布以勇武闻名,更是号称三国第一猛将, 可是他把心思全放在了貌比天仙的舞女貂蝉身上,打仗也魂不守舍,最后被曹操俘获。 曹操既是枭雄,又是昏君,刚入晚城就言道,此间有妓女呼,结果他就把城主张秀的婶婶给霸占了。 关羽在他麾下的时候,想让曹操作媒,迎娶一度姓女子,可是曹操看见之后,杜氏女子摇身一变成了曹操的杜夫人,怪不得杜姆都说东风不与周郎辩。 同阙春身所二巧,除了各路诸侯猛将,文人默克也是不遑多让,其中有一个人, 他的诗词造诣在中国文坛上绝对属于重量级的,他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氏,素东坡。 不经磨难,不做好诗,词,苏氏能留下许多佳作,绝对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仕途不顺,家用年间,苏氏进京应试,苏氏一篇, 欣赏忠厚之志论,让欧阳修大家赞赏,一时间在京城名声大噪,他也顺利考取了功名,有了一官半职。 可就在时候,苏氏的母亲去世,他也回乡奔丧。 守校三年,当他在回到朝堂的时候,王安时的变法刚刚开始,将苏氏提拔出来的欧阳修因为和当朝宰相政见不合,被迫离开京城, 苏氏作为门生之一,自然也受到了排挤,他主动请英调到杭州做了通判。 苏氏在原封二年刚刚升任胡州之州,例行公事给皇帝写了一封胡州谢表,可他是个文人,文章中难免有一些个人的想法, 这就被朝堂之上的人们抓住了把柄,一定将苏氏表文中的一些敏感词语摘出来,大搞文字游戏,刚升官又被贬。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宋哲宗一上位,高太后就把苏氏召回京城,担任礼部郎中, 读书人心切傲,和阳奉阴违的大臣们触不到一块去,于是苏氏又请求把自己调回到地方去。 苏氏的一辈子全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或许是官场诗意,此场得意,他也给后人们留下了许多誓词字画, 但是他的更让民间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风流运势。 方箭传闻,苏氏一生娶妻143名,但据官方史料记载,他一生只娶了三位妻子。 在第一任媳妇王福去世之后,迎娶了自己的小姨子王润芝, 可是第二任媳妇也很快就因病去世,第三任妻子是以前王润芝买来的侍妾王朝云, 可他也在跟着苏氏贬折到惠州的之后,没多久死在了病榻上。 虽然几任妻子都是苏大文豪人生中的过客,但他对每一任妻子都是有情有义。 十年生思量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这是苏氏悼念原配王府所做的词, 纪王七文是写给王润芝的,王朝云陪了苏氏最长时间,苏氏也给他写了许多情诗。 多愁善感的词人总是会受到美女们的青睐。 虽然名媒正娶的只有三个,但苏氏却有着许许多多的侍妾, 或许这就是坊间传闻他有一百多名妻子的由来吧。 苏氏在乌台试案被贬之后,好不容易调回到了京城, 在这里他也碰见了自己曾经的幕僚,王拱。 王拱和苏氏也是同病相连,因为李定的诬陷,他也受到了牵连。 曾经的王拱也是显赫的段鸣殿大学士,官居宋朝的公布尚书, 曾经家门口排队等着送礼的络绎不绝, 现在却落了个冷冷清清,就连之前府里买来寻欢作乐的歌女。 野走的走散的散,只剩下了一人。 见老友回京,王拱也在酒楼大摆筵席, 给自己刚回京的好友苏氏接风洗尘, 席间一女子在旁弹着琵琶,毫不惬意。 弹琵琶的女子眼神没有离开过苏王二人, 苏氏也见其貌美,便悄悄地问王拱这位女子是否婚配, 哪料的王拱听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 苏兄,可还记得之前苏氏同理讲的府上的歌女 在苏氏落魄之后,走得七七八八了, 唯一留下来的就是面前的琵琶女子,名叫宇文柔奴。 一曲过后,苏氏便急忙招呼着柔奴来坐。 可是,他却坐在了王拱的身边,给俩人斟酒加菜, 王拱酒过三巡之后,才将被贬之后的事情向苏氏威威道来。 在乌台事案以后,王拱被贬到了宋朝最南边的岭南地区, 得知此事之后,王拱闷闷不乐, 出发之前整日在家借酒交仇, 好在有柔奴在身边,一直开导, 王拱才从颓废的状态中走出来。 在去岭南的时候,那里条件艰苦, 一个十几岁的弱女子又怎么能受得住呢? 王拱便想着自己悄悄走,让柔奴留在京城。 当凌晨王拱走向马棚的时候, 哪想柔奴已经早早地背着行囊在等着了。 看柔奴下定了决心, 王拱二人便结伴前往岭南, 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好在每人半左右,游山玩水,毫不惬意。 岭南天气炎热,多胀气, 那里的人们总是生病, 可是当地的郎中也束手无措, 哪知道柔奴一传陈派医, 早早习得了一手好医术, 柔奴亲自上山采药, 免费用这些药材给当地的人们治病, 一传实实传百, 当地的百姓都知道了县衙里有个女神医。 苏氏听到自己的友人因为屋台失岸的缘故, 被贬到了贫瘠的岭南, 他转头对柔奴问道, 岭南风土。 应是不好, 可是柔奴一双美眸看向了王拱, 王拱笑了笑说道但说无妨, 柔奴却对A苏氏说道, 此夕暗处便是无相。 17岁时, 苏氏随着王拱一同来到岭南, 而如今已经过去了十年, 回到京城, 苏氏发现曾经的青涩少女, 已经转变成了知性的妇人, 面对朋友如此真振的情感, 苏氏羡慕之余也深感触动, 分别之后苏氏深感此情此意, 于是写下,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 以纪念苏氏们之间的感情, 或许最真振的情感, 只有在人生低谷中才能得以体现。 有谁不希望有一位支持自己的伴侣呢? 最理想的爱情形态, 无疑就是试问岭南英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事无相。 当年少不惊事的苏氏跟随王拱远离故土, 探索岭南的风土人情, 苏氏们在一厢相依为命, 共同经历了许多的艰辛与困苦, 这段经历使苏氏们之间的情感与默契不断加深, 然而, 岁月如梭, 人们都会经历变迁。 当苏氏们再次回到京城时, 苏氏才意识到自己已成长为一位富人, 拥有最成熟的思想和见解。 在这次重逢中, 朋友对苏氏的爱与关怀让苏氏动容不已。 苏氏明白, 这种真挚的友情很难得, 并且十分珍贵, 苏氏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并且被这份深厚的情感所打动。 于是, 苏氏决定以定风波, 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为尸体, 将苏氏们之间的情感永远留存。 或许真正的情感, 只有在面对困境和挫折时, 才会显露出来。 只有在艰难时刻, 苏氏们才能体会到有人间的珍贵和支持。 无许是在岭南还是在京城, 苏氏们都在彼此身边给予对方力量和鼓励, 这种完美的爱情形态无非就是试问岭南因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无相, 逝去的岁月无法抹去苏氏们之间的深情厚意, 在这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中, 苏氏将苏氏们之间的纯真情感永远定格, 无论何时何地, 苏氏们的心始终都在一起, 无论身在何处, 那里就是苏氏苏氏归属的地方。 总之, 苏氏深深感受到朋友们的真挚爱情, 这让苏氏感到羡慕和触动。 定风波, 南海归赠王定国世人玉娘记录了苏氏们之间的情感, 他提醒苏氏们最真实最珍贵的感情往往在困境中得以显现。 最理想的爱情样子, 无非就是试问领难应不好, 却道, 此心安处是无相, 无论在何地何时, 苏氏们的心将永远连接在一起。 对此大家觉得是怎么样的呢? 快来评论区一起留言和顶书讨论吧。 最后的最后, 亲戚朋友们, 别忘了双击加关注, 爱你们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